三三逛夜市,名下オーイ! 台北各大夜市攤商 齊居宇堂與副市長王ierte Allison 一起歡迎 民眾來逛夜市吃美食 今年的台北夜市打牙季票选活动起跑 共有宁夏夜市 蒙甲夜市 士林夜市 等十大夜市的75摊好味道 来参与对决比拼 邀请民众来票选超人气小吃 参与票选还可以参加抽奖 最大奖有万元气炸锅 等50个食用的小家店产品 我们都是武林高手 高手都在民间 高手都在我们的夜市里面 今天很高兴看到的是我们十家的夜市 十个很有特色的夜市 这十个刚好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参犯经济计划纳馆的夜市 也就是这所有的夜市 目前都是市政府亲自纳馆 然后一个一个辅导 也谢谢大家的配合 在这十个夜市我们已经做到了 第一个几乎全部都有造册 第二我们全部都有空出所谓的消防通道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都做了一些相关的辅导 那帮他装置很多的设施 尤其是排油烟的排油水的 那我们的夜市里面又安全又卫生 那当然很多的里面有非常多特色的店家 让我们的夜市成为民众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尤其是国际观光客这几年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夜市非常的辛苦 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很快 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那8月9月刚好是我们现在正在振兴的期间 那这段时间刚刚看到8月开始 就开始从今天开始 其实就可以来夜市打压记了 那每一摊每一个店 其实都非常的有特色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希望市民朋友来到这里 除了找到这些特别的店家以外 找到我们民间的高手以外 还可以感受到我们夜市整个的改变 尤其是各位会长 这次会的会长 谢谢你们这几年 这两年多 没有你们的一起配合 台北市的夜市不会改进的这么快 只要谢谢大家 在这两年多疫情期间 还能够跟着市政府一起往前走 这边要特别谢谢大家 那最后呢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逛完夜市的时候 我们8月底台北市会开设一个城市博览会 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台北市 不同的过去 现在还有未来 跟我们的夜市一起往前走 让我们欢迎万华双雄 李昭成理事长 带来蒙甲夜市入围的传奇地瓜球 姜丽林代表 带来公馆夜市入围的阿兰手工法国面包 今年的主题是武林峰 各大夜市摊商都精心装扮 端出自家的特色小吃走秀 台北夜市打牙记票选期间 从即日起到8月21号 将分别从台湾小吃 异国料理 饮料 冰品甜点与台北奇迹五大象各选出前三名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我们这次参选的有老中青三代 然后有我们很传统的林郑造马吉兵 然后有我们的牛妈妈的控肉饭 那比较中生代的话是宁夏牛排 那我们的放山鸡鸡排 那我们还有168纯仙饮 那比较新的有我们的雅米花生卷冰淇淋 然后有我们的大喝茶 那是夜市的连锁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都有新的旧的一起 那欢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来夜市一起消费 这次我们总共有九个摊 那我九摊包括我本身 我自己卖的南望胡椒虾 然后还有传奇黄金地瓜球 然后阿嬷西瓜汁 帅哥喝喝饮料吧 然后还有沙茶 阿庆沙茶鱿鱼蒜 然后还有东港鰍鱼欧蓝 所以说我们这些都是同版价的东西 然后欢迎你们来我们蒙甲夜市 吃吃品尝我们的小吃 其实在前一阵子疫情的时间 加上下雨是真的是有一些影响 那不过在这个现在政府 这雨病如共存的情况下 其实也现在生意有开始稍微的回来了 尤其是假日真的是人蛮多的 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客人 那我们会尽量的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服务 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来您下夜市走一走 谢谢 我们自从那次的疫情 从5月14号开始我们就停业了 停业到7月24号开始营业 那这两个月的当中大家都没有办法生活 那7月24号我们是开始营业以后 我们陆续就是摊商是陆续出来做生意 我们并不是一次全部来的 那人潮都没有办法一直回笼 那就是经济部就是那个台北市政府 他们都有一连串的振兴活动 那振兴活动以后就是有我们有发蒙甲券什么券 都有一些人潮回笼那尤其这次的打牙季我们很期待 因为很多客人打牙季还没到 就一直在问我们说 几时要做快散活动了 那我们都有个客人讲说 我们是几号要做快散活动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这次的打牙季的盛况 然后能带动在另一波的人潮进来 各大夜市摊商相当感谢市政府 透过活动行销来促进夜市的商机 此外8月13号到8月21号两周的6日 也欢迎民众到指定夜市扫码停写问卷 还可以加码再抽环保豪力 结合线上线下一连串好康的活动 欢迎民众来夜市冲一波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优优独立出 中文字幕——YK